大家好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我是童文勋 看起来大家都很喜欢 弗里曼一支铅笔的故事 其实经济学的原理 有各种不同的学说 但是呢 我觉得 要去理解经济学 我曾经接受台大的教授 张一教授的一些指导 虽然我不是学经济的 但是他看过我写的几篇 跟经济相关的文章评论 他就觉得说 我好像还蛮有天赋的 所以他曾经指导过 我去看了一些书 关键是我觉得 我对经济学的理解 跟我学法律的方法 是相似的 我更从可能种花 怎么样去照顾植物的这个过程 我去理解经济学 为什么呢 其实经济学可以观察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从19世纪 工业大革命之后 然后有左右之争 对不对 你说左右之争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就开始有左派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思维 后来进阶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思维产生 慢慢的到今天为止 其实因为20世纪的前半段 我们经过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所以你可以说20世纪 从1910年代左右 一直到1950年代 其实所有的人都被战争打乱了步伐 甚至有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而战后婴儿潮到今天为止 他们也开始要交出他们的遗产了 其实这个时间让大家对于19世纪非常的陌生 战后大家努力的在生小孩 努力的在进入学校去求学 努力的在重建我们的经济 对不对 所以等到我们在20世纪的后半段 后50年 好不容易把经济建议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21世纪 其实我们对19世纪有一些陌生 没有人去研究他 可是富利曼 他是完整的去观察这些经济的变化 他可以看的东西并不长 所以他可以举例的例子其实也不多 怎么样实践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原理 或者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底是经济自由 还是一点点管制 到底是小政府好 还是大政府好 甚至是社会主义比较好 可能在1000年之后的人类 再来回看我们今天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这三个世纪的人 牺牲死了这么多的人 牺牲下来的结果 大家会把自由经济当作是习以为常 就像呼吸一项正常的事情 可是到今天为止 还是非常多的争论 所以我们去看富利曼这个影片是在1980年的时候 那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他刚拿到诺贝尔奖没有多久 英国邀请他去演讲 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在英国的学校 他是在那边教书也做研究的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 而他的父母也是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去的 所以他在这段的影片的最后 他会谈到这个事情 我也看到观众朋友很多人喜欢 他的一支铅笔的理论 但是也有人对于左右之争 还是说经济自由 这种自由贸易的这种理论 可能还抱有疑虑 甚至认为有一些国家 他有一些计划经济进来 有一些管制 未必是坏事 甚至有一个说法是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 所以自由经济未必每一个国家都适用 其实这些争论 都在这十几分钟里面 富利曼都跟这四个左派的英国的学者 有过争辩了 而且他事实上 我觉得他也把他解说清楚了 整个演讲的时间 前面他做了一些影片 做了一些解说 然后才坐下来 在观众面前坐下来 跟这四个所谓的学者 有一些争辩 所以其实本来的时间很长 但是简短了之后就是十几分钟 我会把它上传到我们的同我共读 所以完整的影片 大家可以到那边去看 你可以完整的去看 他们的争辩的过程 但是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放的话 大家会忘记 他第一段讲了什么 第二段讲了什么 因此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放 然后一段一段的来评论 那我们先看第一段 他有所謂的偉大人的偉大人 他有所謂的偉大人 和他有所謂的偉大人 在反應一的偉大人 他真的能夠把這個議題 日本是非常幸福的國家 日本是很幸福的國家 另一個國家 國家是非常強烈的國家 或 modern France是另一個國家 或 Sweden 全都是國家有所謂的國家 而它不是說 政府在幾個地方 有所謂的大事 所以政府是可惡的 我可以与其他例子的例子, 在那些政府有很严重的 我认为我们都很严重的 因为我看为为了 为了解解 他会成为了世界的世界 他没有让人更加一名 他会有关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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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很严重的关系 就在这里 你会看到的 有关于人的 会有关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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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的经历 和人的 它有根据 在全世界的問題上,我們人們生活在一種不同的層次 現在,這可能只能做出因為政府的充分 所以我沒有承認你的承諾,我認為它是完全不正式的承諾 我告訴你,我認為三個最大的財經的歷史 在這幾十年代的歷史上,在1919年代的一年代 在1919年代的20年代,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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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8年代,在1948年代的歷史上, 所以您的信息,您的信息是自由购买的购买的购买 您的信息是自由购买的购买的购买 我开始说我不是在购买的自由购买的自由购买的自由购买 但自由购买的自由购买的购买的购买 和购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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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 商业有没有意义 商业是一个 intermediary 那我们看这第一段呢 其实就已经开始展开热烈的攻击 感觉上很没有礼貌 就说你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一个学者 而且还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 那你对于他这样的攻击 我觉得只是显示出 他们对于自由经济整个基本的原理的不认识 后来果然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对话 后面会出现 那我们可以看英国方的这些人的主张 你可以从英国的视角发现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们认为说 英国曾经在19世纪之后 在伦敦就有非常贫困的贫民区 那生活之痛苦啊 可是就因为政府的介入所以他们的生活改善了 这是认为他觉得是政府的功劳 工党的功劳 第二 他们认为说保护主义啊 造成了美国 日本跟德国的一些工业 他们的经济的成就是因为政府的保护主义 第三 他们看不懂 觉得傅里曼就在讲说香港的经验啊 或者是日本的经验啊 那你都只有讲经验 你没有理论架构啊 你举例子而已 那傅里曼的角度是说 我举例子你比较容易懂啊 我都讲一些监涉的经济学原理 你可能也没进去嘛 他针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学经济啊 然后再来第四点 他们完全误解了 傅里曼所说的自由经济 经济自由或是贸易自由或是产业自由 他讲的根本是个人的自由 他回到每一个人的自由 所以他解释了 就是其实你讲的贸易 这个business这件事情 商业这件事情 商业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桥梁 他不过就是一个管道 让人与人之间 有人分担了不同的工作 有人是工人 有人是企业 然后工人拿到了工资 然后有人制造出商品 最关键是他认为 所谓的自由 是要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最便宜的地方 买到他想要的商品 然后你也可以每一个个人 可以把自己的商品卖到可以获利最高的地方 这是他讲的自由 好那受惠于自由经济 因此人们的健康寿命 还有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得到了改善 普遍的提升 这是一件事实 这个就是自由经济的影响 而不是政府的介入 那政府的介入必须要去看 如果他不介入的话 这个贸易可能会做得更好 那其实从一支铅笔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知道 没有人有那么的聪明 可以去介入一支铅笔的整个生产的过程 你只要有人为的介入 因为他鞭长莫及 他只要有人为的介入 就会变成是一种阻碍 就会变成是一种障碍 那越多的障碍 你在有限的人力 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之下 你在这边创造了 没有效能的工作机会 你就会在那一边损失了 有效能的工作机会 所以这个也是WTO跟GATT存在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而WTO跟GATT的存在 至少在上个世纪 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 到今天为止 再也没有世界大战 因为他解决了资源 以及解决了全球合作 共同协力的问题 好那今天就出现了中国的问题了 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之后 为什么会变成众矢之地 这个我们后面谈 我们先来看第二段 现在如果我们看了 be設 designed to measure their hand loom weaving industry but the result of a free market was that people were better off both as producers and as consumers they are better off as producers because you cannot export without importing to say that you should export and not import is a prescription for tenuting a country of its wealth for transferring it to other people exports are the cost that you incur in order to get imports if you get imports,if you get cheap imports that benefits people as consumers 但是它也能利用他们的工具 用他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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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一个高度的生活 在每个人的国家 你也有了 香港 已经有完全自由贸易 的一种人的流量 这里是一个磁石 在哪里的国家 在最后的国家 在最后的国家 好 这一段呢 他就在讲 日本并不是从管制经济上来的 你必须要看 他在19世纪的时候的后半 因为明治维新 所以日本重新开国 日本有好几次的重新开国 我在之前也谈过 他的开国不只是边境的打开 关税 贸易的打开 他也是整个国家的思维的 重新的打开 重新的开展 所以其实日本很早就已经欧化了 他只是地理位置还在亚洲 但是他根本就是一个已经欧化的 已经西化的一个日本 也因此他在国际的经济体制 他的位置是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 所以我曾经用总新制度来分析过这一点 对不对 那你看事实上在四十几年前 英国就有这么多的人 英国的工党 英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是非常盛行的 这个跟法国的情况有点像 所以他一方面有资本主义 可是一方面又想要勒住资本主义的脖子 不让他自由呼吸 富裕曼认为这个就是 英国的贫困的formula 你这个英国贫困方程是 让英国在过去的二十年 那个就是讲话的时间是在1980年 所以是在1960年到1980年代 让他并没有比较好 可是那个时间也是雷根跟财切尔 想要重塑世界的经济 想要对抗共产主义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点来看 有很多事情是40年后我们可以得到验证 到底谁讲的对 富裕曼讲到香港 我们看香港 因为香港是富裕曼认为 自由经济的最好的一个典范 他是在最早他是在1960年代到香港去 然后他也跟当时的香港的总督相谈甚欢 可是香港的自由贸易自由港 并不是富裕曼的影响 所以变成是一个自由港 香港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英国 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跟中国 衔接的一个管道 所以他一开始对他的打算就是没有重税 很轻的税 然后自由贸易 可是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 让他的人口跟他的经济成长 所以他是一个意外的产物 所以等到后来彭定康 在1997年要回归的前后 他开始改变了他的放任不管的这种经济自由之后 香港开始转变 一直转变到今天 所以香港已经失去了他的金融重镇的地位 尤其在反送中之后 有很多的机会移动到了新加坡 台湾没有衔接上 有点可惜 因为当时的民进党政府 畏惧就是说 对于香港的这些移民 可以张开双手拥抱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措施的机会 但我们不管 就是说 实际上来看 自由经济 在里面有提到 我们会再看到就是说 你看管制 日本 德国 那你没有任何证据 你要如何证明 如果他们政府不去管制的话 不去实施保护主义的话 他会表现得更好呢 我们看下一段 你用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因为你说 你说 人们们们已经做错过了 我们在过去 政府们都做错过了 所以政府 政府对错过了 是你能看到 各种类的例如 如如德国 来自来自来自去 日本 当时政府是非常非常有效 在发生的 发展的发展 现今如果他们 当时他们有稳定 而是你所说 这就不会再来 如果你回头 many companies, 非常Road發展的金融 都紙上面 broom 巨大公司 該是泛質貶 fique的貨品 他們有已 an attack on the consumer this is the most anti-consumer measure you can take is a measure to limit imports and protect inefficient industries I don't know where maybe the textile industry should have been destroyed maybe it's not an area in which you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f it should there would be some other industry that would develop in which you would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abroad look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 know better what's our major export industry? it's agriculture not because of any protection it has never been protected very much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Britain when Britain developed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19th century there were no tariff walls here was Japan had no tariff walls at that time at all and yet it was able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textile industry it destroyed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India of course we had all our manufactured and so forth and destroyed just as you say the Japanese industry but again are you going to tell me that no industry every vested interest must be protected that you must have no change in the american steel industr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protection from imports has had the effect of causing them to be slow and introducing new techniques has had the effect of make having essentially agreements with labor which has meant overstaffing there i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if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threw the steel industry open to the winds of competition you would end up with a somewhat smaller steel industry but a much more efficient one you see professor Friedman your argument is that free trade is always good now it's quite clear that som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s done very well on the basis of free trade that's undeniable but your film for example rests entirely on the example of Japan and in actual fact the Japanese economy fo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has been either a very highly protected economy or else it has had an extremely larg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industry that is not correct it was tru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no it was free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ich by the way was not chosen by the Japanese leaders as use as you say it was forced upon them at gunpoint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1854 followed by Britain and France they did not choose it they resented free trade very bitterly Japanese leaders they fought a long agitational battle against it and when they were strong enough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y went over to protection and through the who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apanese industry has been highly protected and the modern industries of Japan we know today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all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very stro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very strong protection and yet in your film you give no other serious example other than Japan and as far as I can see that is an extraordinary incompetent performance in the sense that you do not discuss in any way how Japanese industry developed you just imply throughout the film that it was based upon completely free trade and free enterpri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thirty years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re were some government was some government involvement primarily in sending people abroad to be trained primarily also in the steel industry and the navy shipbuilding for military purposes that was costly to Japan and did not benefit Japan you have the other examples we gave in the earlier film the example of Hong Kong we have given the example of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in any event let me go back to your point you know I find this a very amusing situation in one respect 25 years or so ago when I was in Britain I was arguing with the people at Oxford at that time mostly and they were arguing that there was a structural dollar shortag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strong country that everybody else had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now we have the argument coming from Cambridge I guess it shifts from Oxford to Cambridge exactly the opposite that there's a structural dollar surplus or that Britain has a structural pound shortage that Japan is somehow structurally to be feared but let's look at the situation of Japan just in the past few years Japan has shifted from a large balance of payment surplus on current account to a large balance of payment deficit on current account because of the changes in exchange rates and the effect which that had the real fallacy in all of your arguments is not to take account of the indirect effects if you restrict imports here you restrict exports there if you save jobs here you lose jobs there and you save jobs that are less productive you lose jobs that are more productive professor Friedman are you seriously arguing that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Germany for example Japan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it protected its major industries to build up a modern industrial base or Germany in the 19th century or may I sa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or Brazil in the last 20 years are you saying that these policies were completely useless yes because of course that's what I'm saying I'm saying that those countries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off yes but you if they had provided let me go back to the American base but you provide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is is you provide no evidence of this what so ever other than assertion and in your film for example you relied on example you didn't rely upon argument you relied upon example you kept on referring to Japan and what I'm saying is that japan is a bad example and in fact you can point to many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very successful on the basis of very stro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o industry and very strong import controls and the point is that since those countries succeeded what you did it seems to me that what you're doing is asserting as in fact Lord Keirton said a religious view you're saying things w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if they hadn't done it on the basis of no evidence there's been no major country excuse me the logic logical argument was fully developed byadam smith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200 years ago 所以提问的人 英國方 比较年輕的 這個學者 他說 你看巴西 巴西這幾年 他們的管制 啊 保護措施啊 也表現得不錯啊 也表現得不錯啊 富裕曼就說 長期來看 這種保護措施 是在保護低效能產業 這種措施 終將失敗 我們今天來看巴西 巴西在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點 1980年代 那個時間點 是被軍事統治的 所以他們實施了管制 然後呢 主要就是在出口咖啡 他們有不錯的農產品 可是這個軍事管制的政府呢 認為怎麼樣 我們要刺激我們自己的工業要成長 所以限制工業用品的進口 同樣的那個時候包括阿根廷 包括啊 我們現在看 委內瑞拉 是不是 他國內的政局出現的問題 然後他們大量湧向邊境 然後 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然後甚至在某一些地方 克羅拉多我們看到那個影片 非常可怕 他們的幫派 然後入侵 驅逐這些公寓裡面的居民 然後 侵占這些公寓 變成他們的基地喔 那可是委內瑞拉 阿根廷 巴西 因為二戰的時候 南美是唯一沒有捲入戰爭的地方 所以他們非常的富裕 尤其像委內瑞拉或是阿根廷 一直到1950年代啊 他們的 國民的平均的生活水平 甚至不低於德國日本 那時候是戰敗國啊 所以 中南美洲今天變成 如今的局面 除了他政局不穩定導致的結果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無能的政府卻要去管制經濟 這個結果 經過了四十幾年之後 其實證實弗利曼是對的 可是即使如此 所謂的自由經濟現在也變成了修正主義了 對不對 關鍵就在於我們可以觀察的時間其實不夠長 十九世紀有一百年 但是我們根本有多少人了解十九世紀的經濟的規模 以及他的走向呢 然後二十世紀一百年 前面五十年在打仗 後面五十年 在解決戰爭之後的問題還在恢復經濟 人口也慢慢恢復回來 那又開始有一些錯亂的這些主張 包括地球沒有辦法承受人類 所以我們要減少人口 地球沒有辦法負擔我們 然後所謂的地球暖化的問題 還在拉扯 其實這些事情通通都是一樣的 可以這樣說兩百多年來三個世紀 我們還在左右之爭 而今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會是非常關鍵的時間 不能把它扯成說這是一個墮胎的問題 還是人民福利的問題 還是一個通貨膨脹的問題 不是 它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左右之爭 如果這些錯誤的思維 政府管制的思維再繼續進來的話 我們還會進入一個非常嚴重的經濟大衰退 我們看下一段 acebook的邀請 現在的作伴了 其實他家 evenings的極陰大文化 亦輪連絡為了 而且聽說 二次元唱 民 進化 當十多年 you had a mercantilist society you keep on adusing to us extreme views the fact that i am not a hundred percent free trader under all conditions doesn't mean to say i'm absolutely all for import control in a massive sense what i'm saying is in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which different countries find themselves at different times you've got to have some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idea you can leave it to the so-called invisible hand just seemed to be a bit of a higher nonsense well all that i can say is that wherever you've had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extreme case it's been a disaster the most extreme cases of course are cases that fortunately we're not faced with here are the totalitarian countries countries like russia china etc nobody would say that that kind of overall management has been successful if we take the case of britain let's take the case of britain you've had overall management for the past twenty or thirty years britain is not exactly in a state of of prosperity listening to the arguments and listening particularly to your arguments about the position of britain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so on one would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mass of ordinary people did very well in that society they didn't a few people at the top did very well the mass of ordinary people many of them lived in abject poverty had to struggle in order to find a job they had no sort of support in any way and it was only when the state began to intervene did the ordinary people of this country begin to live decently and eve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we can take you to areas of britain where there was misery mass misery under the free enterprise system to such an extent that one of our tory prime ministers harald macmillan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middle way in which he looked at where he represented and said we have to ha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help us out of that sort of thing which was never happen again in the first place your descrip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is wrong there ha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been a reconsideration by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what that has shown is that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to take people out of agricultural areas where poverty is invisible and bring them into industrial and urban areas where poverty exists and is visibl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poverty and difficulty and miser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conditions were improving or not during the whole of the 19th century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great britain there was a very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 lot of the ordinary person and not merely those people at the top as evidenced by every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to population to health standards and the like the thing is that what happens during a period like that is that poverty the exceptions the areas which have been held back the bad things that happen and because of course always things are mixed there's some bad and good become much more visible a dickens could not have written his novels a hundred years earlier because what he would have been describing would not have seemed exceptional but in the 19th century he could write his novels if we take the america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the evid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in the lot of the people is the way they voted with their feet we had millions of people my own parents who came from europe and flood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didn't floo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exploited they flood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ir lot their lot and a lot of people like them was being improved a great deal may i interrupt you pongrums as well which you've had some effect the point professor friedman is not you see whether capitalism has not brought benefits to the world there's no doubt whatsoever that it has done there's no doubt whatsoever tha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position of the mass of the people improved as a result of capitalist enterprise i think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the point about it is whether their condition also improved for example because of things like trade unions 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point is that many of the things you point to like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s but not just becaus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was higher due to capitalism it's the fact is there was public legislation on it for example many of the improvement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19th century in britain followed things like legislation over maximum working day over things lik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 on and you can't say those are all the result of free enterprise because in fact they were they were struggles to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against free enterprise look in the first place let's be clear about one i am not an anarchist i believe 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government to play the question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whether that role includes import controls tariffs central planning decisions about which activity which area industry should move again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the interest i have is in the well-being of the ordinary person and i think there's a great misconception about free enterprise and about capitalism there's a misconception which regards it as oblivious to the problems of the disadvantage if we go to the 19th century again it was the greatest period of alamosnery activ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好 所以这段呢其实 富利曼讲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他认为说 我还需要跟你讲自由经济的基本的理论吗架构吗 他说你那个架构是什么 几个工人啊 技术工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然后会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手 他们嗤之以鼻 其实富利曼啊 他真的真心认为亚当斯密是他的导师 他的假设呢 亚当斯密他认为他的所有的假设 所有的经济学的理论 除了几个点 需要修正之外 其实到今天为止全部都是对的 那所以我们就说有个笑话嘛 就说有三个人 这个 搭船然后流落到荒岛上 那这三个人是谁呢 有一个是经济学者 一个是物理学家 然后一个是律师 那他们三个人没有东西吃啊 在沙滩上找来找去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罐头 是从他们的沉船啊 上面飘到岸上的一个罐头 可是那个罐头啊 他有那个罐头却没有开罐器 那这个物理学家就看看这个附近的地形 就发现说也许啊 如果现在有一个我们爬到山坡上 然后把它往下丢 下面刚好丢到一块石头的尖角 我们就有机会 因为重力的因素 所以就把这个罐头就可以打开了 好 然后这个 经济学者 还没有讲话 这个律师就说啊 我们以后应该要立法 让所有的罐头都应该是易开罐 不可以是这种需要这个开罐器的罐头 应该要立法把它改变 然后经济学家就发言了 他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开罐器 不好笑喔 就是因为经济学者 所有事情都是假设 他用假说 甚至一个经济学家 会有两个以上跟三个以上的假说 用假设来来推论喔 但是 亚当斯密他的国父论 200年了 到今天为止 证明是对的 他看到那个看不见的手 我们今天透过影片 透过这个一支铅笔的卡通影片 让你看到了这个看不见的手 可是在200年前呢 亚当斯密啊 他有这么好的一个丰富的想象力 然后其实英国很可惜 英国有很多很厉害的人 他们已经留了遗产给英国人可以享用 可是却有这一些逆流 一直在拉扯 所以把英国搞乱七八糟 英国有谁呢 英国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也有这个David Ricardo啊 就是因为David Ricardo的理论 有人不知道David Ricardo David Ricardo 就是因为他的理论 有四句很精简的话 是孙中山学回来的 去英国留学之后学回来的 人尽其才 逆尽其利 物尽其用 或畅其流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有GATT WTO 在去除所有的非关税贸易障碍 什么是非关税贸易障碍 就是我利用什么 纺织品配额啊 政府管制啊 还是我用很多的法令的限制 让你的商品没有办法到我国家来卖 这个是非关税贸易障碍 那所有的贸易之间 唯一可以施加的就是关税 可是这个关税呢是 你给我多少关税 我就给你个多少关税 所以自从有GATT 后来变成WTO 自从有WTO之后 其实全世界的关税是节节下滑 一年比一年低 然后所有的货物呢 谁最会生产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现在番茄酱都买谁的番茄酱 有很多大的厂商 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国一百年来的产业的改变 为什么到今天还有一家公司 还在他的前十大的产业里面 Johnson Johnson 他还有很多传产啊 我们到现在以为说交生是在做什么 就在做肺子粉啊或是沐浴乳啊 或是就是家用品 他不止啊 他也生产疫苗 他他的多边的这样的一个经营 所以 整个产业的改变到今天 他展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最适合生产什么 你最有能力生产什么东西的 那那个国家就来负这个责任 所以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经济 他变成一个世界的工厂 那世界的工厂 他是用什么代价来交换的 你光是出口没有进口 你没有改善到国内的人民的生活的水平跟福利 那如果今天说 你有什么证据说明 计划经济 有什么不好的 今天中国很强啊 对不对 变成是一个世界的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啊 那关键来的就是 傅里曼说的 如果没有计划经济的话 如果中国的经济没有 倒退路的话 那今天中国不只是这样 他可以更好 这个才是实情 而且你变成世界工厂之后 其实你在整个国际的经济组织里面 你的位置在哪里 你在整个种性制度的位置里面在哪里 在非常的底层 同时呢 你用破坏污染整个国土 伤害整个国土 资源 甚至人民的健康 整个国家的未来 你用血汗工厂 去换取来的这些货币 这个代价值得吗 因此回到自由主义 重点在于每一个人都被照顾到了 这个才是正正常的健康的 而且符合天道符合人性 这样的一个制度 才是永续的制度 不是说我们插了很多手 然后我们主张要永续一次 我们要弄绿能什么 其实这个都不对 这个方向都错了 关键就是 当你是一个集合体的时候 所有的人 所有人的智慧集结起来 难道不会比一个政府的 部门里面的少数几个人 还要聪明吗 所以政府其实 不需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政府真的不是最聪明的组织 可是它是一个必要的组织 就像 资本主义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可以找到的最好的一个制度 还不坏 其他的制度并没有比他好 政府是一个必要的存在 但大政府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存在 社会主义 我们会发现 政府到最后会凌驾到人民的意志之上 它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 人们会用脚来投票 就像傅立曼的父母 当时为什么要移民到美国去 不是因为 他们是要去那边被奴役 他们要找找寻一个自由的世界 然后可以安身立民 可以让后代子孙可以一代一代的 繁衍下去 所以今天为什么美国即使有枪支的问题 有这个那个问题 还是有很多人要移民美国 他还是移民的首选 对不对 所以川普 他选举的时候必然有一些选举的语言 那真的要把美国的经济做好的话 真的要学雷根的经济 那就应该是自由经济 我们下一集见 传说在西藏的云端 孕育着生命之源 我们下期见 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 西藏好水 世界好水 喝純净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tw 喝好咖啡